大敌恩比德选秀前体侧身高为7尺 213公分 臂展为7尺5寸 228公分 体重113公斤 占力膜高为2米88 恩比德1994年出生于非洲的卡麦隆 15岁才开始接触篮球 到他16岁时 在参加当地的一个训练营时 被球探发掘 并送到美国培养 恩比德来到美国后 加入的第一所高中是 篮球名校Montverde Academy 但因为教练嫌弃他技术太粗糙 不给其上场机会 新高7奥的恩比德马上决定转学 加入了佛罗里达州的洛克中学 并开始以NBA传奇中锋 奥拉珠万为榜样 学习其打球风格 大敌在洛克中学的高四赛季 场均可以砍下13分 9.7篮板 1.9风干 率领球队以33胜4负的战绩 拿到了中冠军 此时身穿34号球衣的恩比德 虽然只打了两年篮球 却进步神速 不仅靠着身高臂长 在篮下为所欲为 还逐渐展现出了灵活的脚步 和不俗的投篮功力 看到其潜力的ESPN 当时将他排在2013届全美第六 并授予他五星的评级 高中毕业后 恩比德宣布加盟 D1强效堪萨斯 一同加入的还有 2013届全美第一 天赋一饼的 加拿大乔丹威金斯 2013-14赛季 堪萨斯在威金斯和恩比德的带领下 一路过关斩将 杀入疯狂三院 大地在28场比赛中 场群得到11.2分 8.1篮板 1.4助攻 2.6封盖 赛季中 恩比德激情四射的打球态度 和稳定的状态 使其选秀行情一度超过威金斯 可惜在2014年3月 恩比德背部受伤 让他缺席了当年的 大十二联盟锦标赛 和疯狂三院 少了大地的堪萨斯 也止步于封三第三轮 赛季结束后 大地宣布会投入 当年的NBA选秀 选秀网站当时为 恩比德体型和潜力打10分 运动能力和防守打9分 对抗 速度 投篮 篮板 和背身打8分 领导力和极战力 则为7分 网站认为 恩比德哪怕进入NBA后 身材都极具优势 同时还拥有灵活的脚步 和柔和的手感 更可怕的是 他每天都在进步 潜力无限 至于劣势方面 网站也很直接地指出 恩比德大学不仅缺席了 较多的比赛 而且场均出场时间也偏低 将他的背部 从高中到大学多次受伤 抗伤病能力有待观察 可哪怕是这样 依然给出了一个可怕的模板 邓肯和奥拉竹网 果然 正如选秀网站所料 恩比德在当年选秀大会开始前三天 选择接受右脚手术 预计会缺席4-6个月的比赛 大帝在第三选位才被76人选中 然而这一缺席 就是两个赛季 大帝也被扣上了玻璃人的帽子 2016-17赛季 缺席了两个赛季的恩比德 终于回归了赛场 首秀就砍下了20分7篮板两封盖 让人为之惊艳 而在几天后对阵魔术的比赛中 他又拿到了生涯首个两双 18分10篮板 虽然这个赛季 恩比德还是只打了31场比赛 就受伤赛季报销 但他还是一场均20分7.8篮板 2.5封盖的数据 入选了新秀第一队 在接下来的几个赛季中 大帝恩比德和西帝西蒙斯 组成了双帝组合 带领76人走上了复兴之路 成为了东区强队之一 而摆脱玻璃人属性的大帝 场均数据每年都有提升 上赛季更是以场均28.5分 10篮板2.8助攻的表现 在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排行榜上 位列第二 本赛季西蒙斯离队已成定决 大帝势必会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他能不能保持上赛季强势的表现 让我们拭目以待 lol 请不吝点赞